各位好我是张杰 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 昨天深花通陕西那场惊心动魄的比赛 相信深花队最后4比1大胜的结果 出乎了很多人意料 因此这场比赛也被贴上了诡异的标签 而昨天赛后发布会上 陕西队主教练程耀东更是语出惊人 应该这样选 我觉得跟我起了我05年前的这种回忆 应该我相信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好 目前的这个局势 应该讲还要感谢 就是说那个 林彼斯以后的 我们在场上的大多数队员的表现 因为他们很重力 真的有点感谢他 他们不切地努力 好吧 就谈起来 同深花的比赛 陕西俱乐部上下都做了精心准备 本赛季一向允许我们独家进入休息室拍摄的 陈耀东 头一次在赛前准备会上拒绝了我们的拍摄要求 足见陕西队对比赛的正式程度 然而最后的结果 确定陕西队上下 多少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我感觉我们还是一只年轻的队伍吧 有些时候可能有些起伏 队员的受伤离场以后 位置进行了调整 可能思想上 一下子没有集中起来 我想一下子连续丢了好几个球 1比4的比分 加上陈耀东的语出惊人 使得一夜间假球之说甚嚣尘上 而目前的怀疑焦点则集中在赵作俊和曹欢两名后卫身上 不过陕西俱乐部高层已经表态 他们不会深究 只希望球队能认真总结 在最后五轮中打出成绩 保住亚冠参赛资格 记者徐骏上瘾西安报道